眼中只有藍綠 心中只有陰謀論 手動只有貼標籤 其實這也是一個台灣二十幾年來的政治現況 因為在這種兩極對立的狀態下 常常搞到很多政治人物心中只有藍綠 眼中只有藍綠 心中只有陰謀論 手動只有貼標籤 但是我想一想 其實講人家壞話自己也不會變好 罵一罵去其實也沒有必要 老實講 選舉還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盡量盡量往正面的方向前進 所以這種罵一罵去的盡量減少 自眠免人 就這樣